这几月是滚滚三百年来特别的快乐的日子,东华已经在这鹅皇宫小住了近三个月的时间。 每日在一堆课业结束后,能窝在父君和娘亲的怀里撒娇,成了他每日最期待的事。 这三个月里,可苦了私命和连颂。 连颂和私命来回地奔波于九重天和鹅皇宫之间,传递着九重天里的证物。 我说你也差不多该回去了,再不回去,父君就快倒给扒了。 连颂愁眉苦脸地坐在榻上,捧着刚刚凤九送上来的小点心。 除了这四海八荒天下太平之事,本帝君早已将政务交与太子处理。 天君找本帝君,可是有什么大事? 东华帝君吃着凤九,做得南瓜馅饼,漫不经心,仿佛看不见愁苦的私命和连颂。 这不魔界不太平,魔君仓欲野心勃勃,有起兵造反之事。 天君日夜忧心聪聪,私命坐在一旁的杂核桃喂给滚滚吃。 魔君仓欲,凤九想起前几日娘亲拿起魔界的的折子,愁眉不展。 有墨渊和夜华在,天君还怕什么? 东华帝君将调理的丹药放入凤九的茶水中,把它喝了,不准偷偷倒了。 仓欲进来动作频繁,凤九闲恶地偷偷讲茶水推开,捧着桃花高吃。 喝了它,东华帝君瞪了凤九一眼。 凤九吐吐舌头皱成包子的小脸,捧着配有丹药的茶水喝了一口。 频繁易动,魔界与天族交界处以冰龙相见将持近半个月了。 目前由太子的亲卫天书守着,连颂吃着那小肉饼意犹未尽,停不下来。 冷冷地被东华瞪了两眼,那就奇怪了,我前几日才披了魔界与异界联姻的折子。 这魔界太子三个月后便要迎娶异界焦人族的公主,按理应该不会这么急着起兵才是。 凤九寻思着前几日娘亲的表情,难道另有隐情? 折子你披了,东华帝君挑了挑眉毛若有所思。 此事也算得了是大事,若没有鹅皇宫的我的披文, 寒山真人定不会写上姻缘簿的。 他们联姻的折子我压着,娘亲与我商议了几日, 觉得允印了这桩婚事,兴许能把战士拖上几个月。 凤九抱着桃花糕不放,无奈的东华帝君只得一口一口地将调理茶喂给凤九喝。 连颂看着东华帝君如此温柔的表情惊得连下巴都掉了, 思敏仿佛一切很习惯地继续砸核桃给滚滚吃。 若是魔族与异界联姻,这魔族和异族的利益就不可分了。 父君若是知道此事,怕是更要睡不着了。 连颂看着依旧云淡风轻的帝君甚是不解。 若是如此,那必有一场大战在即。 是否要将此事禀报天君? 私命抬起头,看着依旧不说话,只顾着为凤九喝药茶的帝君。 此事不急,此次若是魔族大战,恐怕会殃及临近的青秋冬荒。 我们青秋向来不善战,也不养兵。 我寻思着,借着魔族与异族联姻,能拖上三五个月, 异界已大乱了三百年,正需要依靠魔族的势力。 若能让异界拖住魔族,自然也能削弱魔族的势力。 凤九索性丢下桃花糕,将一旁的桃花蜜捧着吃。 你这心思可不错,想不到三百年,不见小丫头长进不少。 连宋惊讶地看着眼前的小丫头, 深觉得她不再是从前在九重天跟她胡闹的小丫头了。 不愧是东华帝君看上的女人,大敌当前,还能临危不乱。 哪像某些人活了几十万年了,也不见长进。 东华抱住准备逃走的凤九,将茶杯塞进她的嘴里。 只是这婚事真的能拖得住仓裕吗? 连宋拿起一旁私命砸给滚滚吃的核桃,自己吃起来。 只怕拖不过三个月,至少能有三个月的时间准备。 青丘那恐怕得让天军派兵驻守。 东华帝君漫不经心地将凤九怀里的花蜜拿走, 递上一盘南瓜馅饼。 那我得通知四叔守着青丘。 娘亲想着,这次大战也让我和滚滚去历练历练。 这三百年,我虽身子淫弱,可也没有荒废修行, 修为和法力已恢复得不错。 凤九想着,自己好歹也是青丘女军, 必得护得这一方太平。 不准去,那是战场。 那能胡闹。 东华帝君脸色一变,头疼地看着爱打架的凤九。 我没有胡闹,若是殃及了青丘。 身为女军的,我怎能看着他们欺负我的子民。 凤九激动地从东华的怀里跳起来。 你不要拦着我。 青丘有你爷爷,你阿爹和三位叔白。 再不济,还有你姑姑和我。 你这副模样是去送死。 我定不让你出这鹅皇宫一步。 此事没得商议, 我这就去找女娲娘娘把你困在这鹅皇宫。 东华帝君明显动怒了,寒气逼人。 宫殿内瞬间温度骤降。 东华帝君一脸怒意,丢下凤九往正殿方向去了。 娘亲,此次滚滚也觉得父君说得对。 娘亲还是乖乖待在鹅皇宫内,哪都不能去。 滚滚跟着外公叔老爷们去历练历练。 不出时日便能回来。 滚滚不再与连颂争争核桃吃, 迈着小短腿跑到凤九面前, 像个小大人一般教育着凤九。 连颂和思命早已躲在一旁, 看着帝君发怒,这还是第一次。 两人觉得此时还是不要参与比较好。 滚滚,凤九抱起滚滚, 寻思着这孩子真的越来越早熟了。 娘亲可要好好地与父君致歉。 滚滚拍了拍凤九的脑袋, 像是东华安抚他的时候一般。 知道了,娘亲这去给你和父君做饭。 凤九将滚滚报给思命, 三殿下和思命也留下一起用膳吧。 呃,不必了。 我和思命还得赶回九重天, 这太成宫里还有一堆内务要处理。 袁颂想着此刻千万不能扫到帝君的台风尾。 可惜了,晚上吃不到凤九的手艺, 回想起刚刚吃的小肉饼, 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夜里,朝阳宫里气压低得很。 踏上正一脸怒意的男人能冻死人, 三尺之内没人敢靠近。 不远处的餐桌上正摆着色香味俱全的晚餐, 滚滚盯着桌上的餐食。 可看见远远还在生气的父君, 迟迟不上桌。 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拉了拉身边正在咬汤的凤九。 凤九将饭碗塞进滚滚的怀里, 帮滚滚盛好汤。 然后摇起一碗汤, 慢慢地端到东华帝君面前, 将汤摆在一旁的茶几上。 跪坐在东华帝君面前, 扯了扯东华的衣袖。 东华, 这汤我熬了三四个时辰。 你尝尝。 凤九讨好的将汤碗递给东华, 脸上挂着谄媚的笑容。 东华静静地接过汤, 缓缓摇起一勺的 微微吹凉味凤九喝。 不气了, 好不好? 凤九乖巧地喝口汤, 小手在东华的胸口打着圈圈。 我该拿你如何是好。 东华放下手中的汤碗, 牵着凤九在餐桌前坐下。 我陪着你去便是了。 东华叹了口气, 最终妥协了。 他是不忍心让他去, 可想着午后女娲说的话语。 我知你心疼小九, 可他不仅仅是这清秋的女君, 还是这天下苍生的主子, 他如今还稚嫩, 需要不断地历练, 才能在我生归混沌后长这天下苍生, 握着生死命脉。 你该懂, 女娲娘娘愁容满面, 我何曾不心疼他和滚滚, 我与你未必能护得了他一世周全。 可他的, 东华帝君看着眼前这个对女儿甚是宠爱的女人, 却也觉得如此对凤九很是残忍, 只要我活着, 他便能活着。 若是真要了他的命, 我又如何舍得? 女娲的后人仪式必定要经历两次生死结, 才可非生尊神, 护佑着天下苍生。 这是他的劫难, 终究是要经历的。 也罢, 终究由不得你我, 我也只能陪着他, 护着他。 东华帝君缓缓地叹了口气, 离去。 小九没选错夫婿, 女娲娘娘愁容里露出一丝微笑, 树影我要闭关三个月, 明日起, 鹅皇宫所有的政务都交给小九, 女娲睁睁地看着魔族的折子, 娘娘魔族的战士, 树影是女娲娘娘的贴身公额, 掌管这鹅皇宫上下大小差事。 小九会处理得很好, 有东华在他不会有事, 魔族三个月内暂不会有异动, 三月后就难说了。 是, 奴婢告退, 树影退了出去, 女娲看着手上的折子, 睁睁地看了许久, 闭关三个月, 大概足够了。 东华, 凤九看着东华帝君正捧着汤碗发愣, 怎么了? 你该喝药了。 东华放下汤碗, 端起一旁公额正地上的汤药。 东华, 我还没吃完饭呢, 等我吃完了再喝。 凤九想着能躲一会试一会, 你可别浪费了折颜一颗上好的万年子灵。 乖乖喝了, 这子灵要在这饭食中饮下, 才能有上好的功效。 东华帝君一把拉住要逃跑的凤九, 将汤药递到凤九面前。 娘亲, 你要乖乖喝了。 父君变不气你了。 滚滚石像得将碗里的饭食扫得干净, 然后拍拍屁股坐到一旁的书案上, 继续抄写他的佛陀真金。 滚滚, 最近怎么这么听你的话? 凤九苦哈哈地喝着碗里的汤药, 看着自己被捐在他怀里, 一动也不能动。 你啊, 喝个要跟孩子似的, 还得让你儿子也跟着操心。 东华将一盘拔丝芋头摆在凤九面前, 一面夹起芋头喂凤九。 要苦吗? 凤九皱皱巴巴的小脸, 显得特别苦。 四命, 你帮我办件事。 女娲娘娘已闭关数日了, 东华帝君更是在鹅黄宫内安了假, 一心一意地负责照顾凤九的身子。 丝毫不顾及已经忙得焦头烂额的四命和连颂。 这日, 四命和连颂刚抱着一堆折子不入书房, 四命就被凤九给抓到眼前。 小殿下, 何事? 我正急着跟帝君汇报紧急军务, 好立刻回去禀明天君, 天君此刻正在太极殿干着急呢。 四命满头大汗将一堆卷轴 放下书房东华帝君旁边的小桌上。 放心, 我要你办的事, 便是天君想的事。 凤九缓缓地放下手中的毛笔, 然后将刚写好的卷轴递给四命。 你去凡间帮我找到胭脂和婴儿, 然后把离境的火气林叶找来。 你这是…… 连宋正想找帝君, 却没看到人影, 扶持他重整一届。 我思来想去, 一届已大乱三百多年, 正需要一个正统的君主。 胭脂是最好的选择, 只是他常年云游在凡间, 寻起来尾时有些困难。 凤九坐到书案前, 帝君人呢? 连宋拉着我私命坐在桌案前整理折子, 好让帝君能迅速地跃完这一堆正事。 找本帝君何事? 东华帝君从殿岸走进来, 坐到暗桌前。 你可来了, 天君想着阻止魔戒与异界联姻的事。 让我和私命来问你有没有妥善的办法。 连宋从一堆折子中拎出三五个折子递给帝君。 东华帝君打开折子, 紧看了一眼。 俄皇宫已折住的折子, 本帝君能有什么法子? 小殿下, 天君的意思是希望小殿下暂且压住此事。 私命一一守, 恭恭敬敬地将一份折子递到凤九面前。 父君说, 若是魔族一族联姻, 他们若关系稳固, 殿对天族甚是不利。 焦人族仅是一族分支, 此次联姻不过希望能拖住魔族一段时日。 好让墨渊上神有所准备, 并非能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坏处。 凤九并不打算理会天君无礼的要求, 这世间万物因果循环皆有原因。 天君忧心劳累, 太子殿下已前往东荒驻扎。 如今战事吃紧, 小殿下倒是不太担心。 私命猛然发现眼前的女子不在, 是从前闯了祸需要她和三殿下保护的女人。 私命, 这会还是先去凡间帮我寻腌制婴儿和火麒麟吧。 此事已早不已晚, 凤九坐在东华帝君身边正替帝君淹没。 是, 可天君那正等着回复呢。 这不还有三殿下的吗? 凤九指着正无所事事抱着一盘瓜子贤苛的连颂。 是, 小仙这就去。 私命一一手退下, 连颂抱着瓜子走到书岸边上。 小殿下, 这打算下哪出奇? 魔族与焦人族联姻, 想必想通过焦人族统领异界。 此时若扶持一位新的异军, 打乱魔族原有的计划, 不让魔族势力得到伸张。 凤九将披好的折子晾干, 收拾在一处。 可焦人族可是焦人族母妃一族, 如此一来, 怕是还受魔戒控制吧。 连颂想起了六百年前与焦人族一战夜华打算诈尸的事情。 焦人族需要焦人族的扶持, 同时焦人族也需要焦制, 相互牵制。 魔族如若能控制焦制, 也算是本事了。 焦制心地纯凉, 不喜杀戮是个再合适, 不过被你们天族利用控制的君主。 你觉得呢? 你确定他是你我认识的白凤酒吗? 连诵经的连嘴巴都合不上, 看着一旁只负责看折子的帝君。 嗯, 东华帝君头也不抬, 端起一杯茶, 缓缓地喝。 这主意该不会你教他的吧? 本帝君像是那么闲吗? 东华帝君抬起头犀利的眼神, 看着连诵。 不像, 不像, 连诵连忙笑道, 我这就回去赴命, 不急, 等私命回来, 你负责说服烟纸, 且将这桩事一并安排好了, 再回去跟天君禀名。 东华帝君不急不缓地 叫住准备走人的连诵, 为什么是我? 连诵无辜地看着东华帝君, 再回头看看 已经趴在岸上睡着的凤酒, 扶持异军本是天族的事情, 三殿下不会连这点小事都要让本帝君插手吧? 东华帝君已将所有的折子披好堆在连诵面前, 还有以后这些无关紧要的折子, 你处理掉便是, 不必如此辛苦, 还抱来这鹅皇宫。 帝君, 你老人家还不回太陈宫啊? 连诵一挥手, 将折子收起, 揉了揉眼角, 觉得甚是头疼。 太成功由你坐镇, 本帝君甚是放心。 东华帝君将凤酒抱起, 让他躺在自己的腿上, 睡更舒适些。 你你你, 早知如此, 我便不该答应你, 真是上了贼船了。 连诵懊恼地拿起扇子, 敲了敲自己的脑子。 嗯, 总算开窍了点。 当私命把胭脂, 婴儿和火其林带回来的时候, 正赶上东华帝君凤酒和连诵, 正在用武膳。 凤酒招呼他们一起用膳。 连诵和私命趁着这武膳, 一面与胭脂娓娓到来时局, 劝胭脂回异界掌权。 连诵果然不愧是花花公子, 虎人的功夫是一等一的高手。 坐在一旁的凤酒, 都险些被忽悠, 私命在一旁帮腔。 此事也变得十分顺利。 如今异界大乱, 胭脂继续流落凡间, 也却为不妥。 二哥哥也曾一属我接任军位, 胭脂看着婴儿, 想着二哥唯一的孩子。 婴儿若是跟着我回异界, 动荡之时我怕, 婴儿便留下在我这吧。 正好他和滚滚一般大, 两个孩子有个伴也不错。 凤酒拉着婴儿, 你留下跟姨和弟弟一起住可好。 弟弟, 婴儿看了看, 四周没有看到所谓的弟弟。 滚滚在连池授课呢, 晚膳时候你便能看到他了。 凤酒看着可爱的婴儿, 软绵绵地像糖霜。 婴儿, 你在一只住上数日, 娘亲回大紫明宫安顿好后, 便将你接回家。 好, 我是姐姐。 婴儿追着滚滚跑。 谁说的, 久久直升了滚滚一个。 滚滚逗着婴儿, 在寝宫内满屋子撒欢。 若是再能有个女儿多好。 凤酒靠在东华身上, 低声嚷嚷。 是我痴念了, 你若欢喜, 等我们大婚后, 再生一个如你一样乖巧的女儿。 东华在凤酒的耳边轻轻地说道, 老不正经。 凤酒拍掉东华的手, 将头往他怀里靠了靠。 久久滚滚, 终于摆脱婴儿的追缠, 跑到娘亲的寝殿, 爬上卧榻。 久久晚上, 我和你睡。 滚滚会记得半夜起来, 给你盖被子。 话未落, 滚滚就被东华射了一道冷冰冰的眼神洞的。 弟弟, 原来你在这儿。 婴儿很是开心地跑进来, 也学着滚滚爬上卧榻, 坐在滚滚身边。 我不是你弟弟。 滚滚站在凤酒的怀里, 觉得这小女孩年人就是烦, 不如阿黎来得好玩。 邵云将两个孩子带回去, 夜深了, 他们该就寝了。 东华的语气里带着浓浓的不悦。 是, 邵云带着两个仙鹅走了进来, 将滚滚和婴儿给抱走。 你和孩子稚气, 不显得小气。 凤酒转头揉了揉东华的银发, 他最喜欢这些银发。 不小气, 我断不会把你分给其他男人抱。 那是你儿子, 还是个孩子? 那也不行, 你说我只能是我的。 凤酒终于明白, 为何滚滚撒娇的功夫如此一流了。 看着眼前正在对自己撒娇的男人, 不禁觉得甚是可爱。 滚滚, 你为何不喜欢婴儿? 凤酒牵着滚滚的小手往原始天尊的莲池里走。 甩开了婴儿滚滚, 显得特别开心。 撒花了腿, 松开凤酒的手, 追着蝴蝶跑。 婴儿太黏人了, 还要我喊他姐姐。 滚滚小脸皱成包子, 回头看着他的娘亲。 他确实长你几岁, 你理应叫他姐姐。 凤酒无奈地看着自己的儿子, 瞬间觉得他还真是东华的儿子, 半分女色都不愿沾染。 还如此之小, 就表现得如此明显, 若是长大了, 更是如此清心寡欲, 该如何是好。 是姐姐耐又如何? 久久。 他老软绵绵地粘着, 动不动就哭我觉得烦。 我还是喜欢和阿黎娃。 滚滚走到莲池边, 就如平常一般坐在飞进莲洞内, 消失不见了。 唉, 凤酒头疼地看着自己的儿子, 难得看你为滚滚愁苦。 原始天尊走到凤酒身后, 拍了拍他的肩膀, 滚滚还真是东华的亲生儿子。 凤酒无奈摇了摇头, 回头将一份折子递给原始天尊。 滚滚未来势必接替你和东华的地位, 远离红尘自断六域算是一大幸事。 远始看了一眼折子, 也飞身进了连洞。 看不出哪里好, 凤酒缓缓地往回走, 一路走一路踢着地上的石头, 看上去一点也不像端庄的女军, 反倒像是调皮的任性的小公主。 几日后, 私命便将婴儿带回了大子民宫, 异界终归立了新的储君。 魔戒边境依旧如常与天兵剑拔弩张, 而魔戒裸眼宫内却是另一番热闹景象。 太子殿下苍疾大婚, 裸眼宫上上下下正忙忙碌碌地准备着。 守卫上的苍玉却冷漠地看着这一切, 他的几个儿女坐在下手, 明显看出他们的傅君心情不太好。 哼, 天族真是多管闲事, 居然扶持胭脂, 坐上义军之位, 简直坏了本军的大事。 苍玉喝了一口酒, 将酒杯摔在地上。 父君息怒, 那胭脂的娘亲也是娇人族的公主。 我们也可利用娇人族控制整个一届。 太子苍疾看着父君的圣怒, 觉得愤愤不平。 原以为娶了那个公主, 就可趁联合娇人族一统一届。 我们已错过了重要的时机, 大子民宫已与天宫达成了协议, 已派使者前去天宫, 详谈归顺事宜。 二皇子苍兮云淡风轻地瞟了大哥一眼, 轻笑道, 确实我们已错过了时机, 如今之际, 各部族整顿军务, 勤操实练, 随时准备起兵。 苍玉从守卫上站起, 走到大殿中央, 待太子大婚之后, 便携我魔戒五十万大军攻破天族。 哈哈哈哈哈哈, 臣等领命, 朝臣们纷纷站起身, 气势蓬勃。 你在这岛市悠哉, 这九重天上, 傅君都急得快成一锅粥了。 连宋摇着扇子, 一脸清闲自在, 坐在平日里长坐的榻上, 自顾自地拿起一旁滚滚的灵嘴, 看你如此犹哉, 看不出天君有何愁苦的。 东华靠在榻上, 一手下着旗子, 挥手邀连宋一起, 胭脂已掌控了异解, 我也没啥愁苦的。 我已按你的吩咐, 建议天君下着无望海的紫兰神君, 入赘大紫民宫了。 连宋一面吓子, 一面不忘偷吃滚滚的灵嘴。 那天君又何愁苦的? 东华抬起头正见凤九和思命 从殿外走了进来, 看着两位正在下棋。 凤九默默地走到书案前披折子。 为了与魔族大战之事, 天君已失眠数月了。 虽太子殿下现在驻扎在魔界边境, 暂时稳住局势。 怕是大战在即, 天君唯恐出了差错。 思命恭敬地回复着帝君的话, 坐在书案前帮凤九弟折子。 罢了, 思命你上趟昆仑须, 请墨渊过来。 就说, 本帝君在这鹅皇宫甚是无聊, 请他过来一续。 东华帝君扔下一子, 连宋愁苦地看着棋局, 摇了摇扇子, 伸手整理棋子。 是, 小仙这就去。 思命一手便退下了。 你若无聊, 便回太陈宫。 父君可是日日夜夜盼着你回宫。 父君几番想来, 这鹅皇宫寻你呢? 连宋寻思着, 帝君也该回天宫了, 都在这鹅皇宫小住了四个月有余了。 女娲娘娘闭关, 本帝君不放心, 久而安危, 自然要留下来陪着妻儿。 帝君依旧淡然, 看不出任何的不安。 反而闲闲的日日盯着凤酒准时准点, 喝下各种汤药。 借口, 我看你是乐不思蜀。 连宋暧昧的眼神, 在凤酒和帝君面前来回飘着。 久而近来说想要个女儿, 本帝君觉得成语不错, 收作干女儿甚好。 东帝君冷冷地扁了连宋一眼。 连宋悔不当初, 不该图一时嘴快。 天君这是自寻烦恼, 这天地共主都做了几万年了。 怎么还像是没断奶的娃, 一刻也离不开你。 凤酒将折子披住好后, 开始抄写阵法图。 每日凤酒还得完成 女娲娘娘留下的功课。 年纪大了, 力不从心。 东帝君也不抬地回应着凤酒。 隔日, 墨渊便带着白浅一起到这个皇宫。 墨渊被天君请到这九重天上一战时。 私命便一块把白浅上神一起也请了过来。 你倒是在这挺清闲的。 此时, 东华帝君和墨渊连送在原始天尊的莲池旁赏莲。 滚滚带着凤酒和白浅坐在一旁的桃树下赏桃花。 在九重天呆久了, 换的地方倒是显得清静。 东华帝君看着一旁的石莲花。 是啊, 你清静了。 倒是苦了我来回奔波。 连送委屈的在一旁插话, 怕是别人不知道他的辛苦。 给你机会多出来溜达, 又何不好? 东华想来, 嘴里吐不出象牙。 你寻我来, 不会是为了赏着红莲吧? 墨渊看着满池的红莲, 不由想起曾经的昆仑须那朵金莲来。 许久没与你下棋了。 东华挥挥手指着石桌上的棋盘, 坐到一旁的石墩上。 那便下一盘。 墨渊指黑子, 东华指白子。 安静地下着一盘棋。 连送靠在一旁的石栏上。 姑姥姥, 你看你看, 树上接了小桃子。 滚滚兴奋地指着树上青色的蜜桃。 小包子, 那还是青的。 不可食。 白浅抱着滚滚, 滚滚伸手想去摘桃子。 虽不能吃, 但可以泡桃酒, 便摘些回去吧。 凤九准备爬上树去摘桃子。 白浅摇了摇头。 你当心些? 姑姑, 姑父驻扎前线多久了? 凤九一面摘桃子, 一面问白浅。 一月有余了, 天君和父君日日愁苦。 这场仗怕是不好打。 白浅抱着滚滚坐在树下, 拿起一壶桃花醉喝着。 姑姑, 倒是不愁。 凤九轻快地在树上翻来翻去, 树下的箩筐里不多时, 便有了不少果子。 又何愁的? 若是出兵? 我也会应战, 此次怕是要殃及青秋了。 白浅为了滚滚喝了两口酒, 滚滚抱着桃花醉不放。 无奈之下, 白浅又抱起一坛桃花醉。 我前几日已让私命去给四叔传话。 四叔近些日子都替我守着青秋。 三日起, 帝方送来折颜的丹药和桃花醉。 替四叔传了话给我, 爷爷和阿爹不日也会回青秋湖里洞。 姑姑要不回去瞧瞧? 女娲娘娘在闭关, 这鹅皇宫上下都要打点。 我怕是回不了青秋。 凤九从树上跳下来, 拍了拍身上的尘埃。 自从知道你是女娲娘娘的女儿, 四位哥哥和阿爹就不指望着 你能继续认这青秋的军位了。 也罢, 过两日我便回青秋一趟。 白浅掏出一壶桃花醉分给凤九。 凤九接过桃花醉没有喝, 拾起一旁青色的桃子。 熟练的去皮去和, 将果肉切成小块塞进桃花醉里, 将坛口封上。